那么一致发愿 这是红愿 这个愿也不是建立在感情迷信的基础上 它是从它剥弱智慧里面 就是理智里面发的愿 绝对不是一时感情冲动 所以这个愿是真愿 它对于社法界义正庄严的思理 清清楚楚明明的 为什么要选择西方 它清楚 这些事情 所以在大经里的很明显 在《观无量寿经》里面 我一提西夫人 遭了难 儿子不孝 把他幽静起来 他感觉了痛苦 他在皇宫里面 遥望灵山 佛那个时候住在灵九山 灵九山在王山城外 就在皇宫里面念佛 求佛 来救他 他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 儿子都不孝 都叛变了 要不是当时几个大臣 劝阻 他儿子要杀他 过去 所以他感觉到这个世界 没有意思 求佛 受放祝福 过度 哪个地方好 他愿意去 他不愿意在这个世界 再住下去 他的一念 佛就晓得 所以他带着一些宫女 向着灵九山 这个方向礼拜 头一抬起来 释迦牟尼佛 带着许多人 已经到皇宫来了 从空中来的 这是佛现的神祖堂 佛答应了他的请求 将受放祝福过度 以佛的神力 展现开 叫他统统能看见 他看了这些祝福过度之后 向释迦牟尼佛说 他说我选择 阿弥陀佛的过度 我愿意往生 阿弥陀佛佛国 请释迦牟尼佛 教他怎么去化 在经上记录的 这个我们也相信 当年在皇宫里头 不是波斯尼王一个人看到的 他的宫女 有好几百人 同时都看到 这个事情不假 无量寿经里面 佛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问欧南 你要不要见见西方阿弥陀佛 他说我愿意 结果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叫他 面向西方礼拜 趁明 一心趁明念阿弥陀佛 欧南这一念阿弥陀佛 这一拜下去 一抬头 欧陀佛现在空中 他见到 不仅是欧南见到 将无量寿经那次的法会 一共有一万多人听 统统见到 这个不是假的 不是一个人见到 那么多人见到 所以这也正是在 这个大师之云同章里面讲的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是现前见佛 欧南也见到 阿弥陀佛 就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们也问 欧南现在在哪里 他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是禅宗第二代的祖司 魔侯家世是禅宗初祖 魔侯家世传给他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法院是真正清除明了 孕生西方 这个才是大悦 你法院普渡一切众生 就是像四红事愿 众生无边事愿度 烦恼无尽事愿断 乃至于到最后 佛道无上事愿臣 你怎么惩罚 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给诸位说 这四面都是空的 又名无实 你一向度众生 你们有能力度不了 你要断烦恼 烦恼也断不了 你那个烦恼 不增长就算好了 怕的是你那个烦恼 天天增长 不是在那里断了 是天天增长不得了 你学法门 法门也学不到 现在在这个世间 好的老师没有 好的同餐道友也没有 好的环境也没有 到大学去 每一地方学 成佛不用谈 六道轮回 还是搞老套 佛也成不了 所以要想四红诗愿 对于兑现 唯一的方法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